花莲市立幼儿园7号上午举办了中班小朋友的成果发表会 邀请家长和学童一起来闯关 透过乐活小农夫的趣味活动 深刻体验食农教育 市长沃家贤特别到场和孩子们同乐 来见证小朋友们在这个学期的学习成果 花莲市立幼儿园7号上午在园区中田举办了中班小朋友的成果发表会 今年以乐活小农夫为主题 特别邀请家长们带领小朋友 一起透过闯关活动认识食农教育 在体验过一连串趣味关卡之后 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做沙拉 做沙拉 因为你很喜欢吃沙拉吗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孩子比较容易有偏食的习惯 所以就有这样的活动让孩子知道要健康的饮食 什么东西都要试着吃这样子 然后他又分别在不同的领域 结合这个主题 所以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很棒 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 然后可以自己动手做 自己吃会觉得更好吃 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看到小朋友好像有吃一种 有啊 从来这里都哭着要回家到现在都不想回家 因为学校很快乐 这一次的闯关活动当中 幼儿园也策划出六道关卡 让小朋友可以学习从如何种菜 一直到食材的处理及烹饪 让室友的学童能够逐渐培养搜集讯息 整理讯息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借由活动关卡 体验种植 及珍惜日常所吃的食物 并从中获得有关植物的知识 了解所有的植物 蔬菜 他们的种植方法 他们的农业知识 以及他们的生长周期 等等的知识之后呢 他们实际体验的去种植 浇水观察所有的植物 以及蔬菜的成长 那在精油成长之后 我们透过实作的体验 作为小朋友烹饪上的经验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孩子 用闯关游戏来做一个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体验 那有种植的 那也有做生菜沙拉的 还有有烤披萨的部分 那每一个关卡都非常非常有趣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了解到食物的一个重要性 市长魏家贤也肯定了 园长曾凡杰和老师们 多年来针对不同年龄小朋友设计课程 贯彻试材教育的理念 市长强调 室幼的教学品质和师资能力 都是家长们有目共睹 期盼未来在室幼就读的小朋友 都能够一起快乐学习成长 据得徐立琴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